大家好 欢迎来到爱上听书 我们相信听书学习是对自己最好的投资 在这里无论是扩展知识提升技能 还是寻找灵感通过聆听书籍 您将开启一段奇妙的成长之旅 别忘了订阅与点赞并与你身边的朋友们分享 让更多人一起感受听书的魅力 祝大家听书愉快 今天要为你解读的书是富人的逻辑 这本书的中文版大约15万字 我会用大概21分钟的时间 为你介绍这本书的精髓 富人之所以能拥有大量财富 是因为他们有不同寻常的认知逻辑 当我们提到投资赚钱这个话题的时候 很多人首先会想到股市 但是2012年 德国学者史玛伦·布洛克做了一个调查 他走访了472位 平均资产超过200万欧元的富人 发现这其中啊 只有不到2.4%的人说 股市是他们主要财富来源 通过这个调查我们发现 在创造财富这个事情上 普通人和富人之间 有很多认知上的区别 在富人的逻辑这本书里 详细地说明了其中的区别 比如说 普通人喜欢在股市里寻找发财的机会 喜欢分散投资 而且总是认为 创业的人就是最敢于冒风险的人 而富人的逻辑经常是与之相反的 那正是因为拥有不同寻常的认知逻辑 才最终实现财务自由 那所谓的财务自由 就是不靠被动的工作去谋生 而是靠投资之类的收入 过上想过的生活 这本书的作者雷纳奇·特尔曼 是德国著名报纸世界报的高级编辑 她头脑很灵活 借助报社这个平台 在地产界建立了很多人脉 也学了不少生意经 后来雷纳开了一家传播顾问公司 专门为地产行业服务 现在这家公司在德国的业内很有名气 奇·特尔曼一共写了17本书 其中影响力最大的是 敢于不同成功人士和你我之分 那本书被翻译成六种文字进行出版 好 那介绍完 这本书的基本情况和作者概况 下面我来为你详细讲述书中内容 这本书主要讲了三个重点内容 第一个重点是 就是告诉我们 如果仅仅把财富等同于一大笔收入 那永远实现不了财务自由 第二重点就是要成为真正的富人 必须学会让财富持续增值 但是有五个惯性认知 会成为我们的阻碍 我们必须打破它们 第三个重点 要想成为拥有财富的人 应该具备的五个特质 好 我们就先来看第一个重点内容 说一说 为什么有了大笔的钱 并不意味着富有 因为作者认为 钱财流逝的速度 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 不懂得理财知道 即便是有大笔的财富 最终也是坐持山空 我们先来听一个真实的故事 2001年 美国有一个失业者叫戴维里爱德华兹 他买了彩票 一下子中了2700万美元的大奖 经历了一夜报复之后 这个戴维呢 就开始买别墅汽车收藏品 私人飞机 甚至还吸毒 中奖后刚过一年 他就花掉了1200万美元 又过了没多久 他花光了所有的钱 银行没收了他的房产 把他轰倒了一间仓库里 最后呢他在孤独中死去了 事实上像这样报复以后 又一瓶如洗的例子特别多 不只是像他这样的普通人 名人也不例外 比如说美国天后惠特尼休斯顿 在12年去世的时候 还欠着400万美元的债务 有研究表明 大多数彩票中奖者 在中了大奖的几年时间里 境遇会比中奖之前还糟糕 因为他们都犯了一个认知错误 那就是他们已 未有了这么多钱 就可以衣食无忧了 作者齐特尔曼在书里算了一笔账 他算出一个德国人 如果什么都不干 光靠存款获取利息 那么需要存入多少存款 才能够达到2014年的 人均净收入2.4万欧元 这个答案是80万欧元的存款 而且还是在利率很高的情况下 与此同时呢 国家还不能通货膨胀 这笔钱还不能贬值 那这就说明 拥有一个巨额的钱数 并不意味着就富有了 事实上守住一笔钱 比赚一笔钱还难 不管手里你是有一百万一千万 还是有一个亿 如果不会理财 最终还是会坐持山空 钱财流失的速度 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 当普通人有了一些钱以后啊 普遍会进行奢侈消费 并不考虑投资 或者即便投资也会比较盲目 2001年奥地利呢 有一个名叫做金 特什尔塔曼的仓库保管员 获得了一笔70多万欧元的奖金 这个时候 奥地利国内一家很有声望的 保险公司的财务顾问 就找他了 说可以帮他进行稳赚不赔的投资 资产至少增值一倍 于是呢 他就把50多万欧元交给了这个财务顾问 但是这个顾问呢 显然没有什么太大本事 把他的钱都用在了股市 还有货币投机当中 不但在十年间耗尽了舍尔塔曼的钱 还让他欠下了十万欧元的债务 许多人啊 都像舍尔塔曼一样 相信来自银行 或者保险公司的财务顾问 但是作者齐特尔曼认为 这些顾问 其实多数是纯粹的推销员 他们的任务呢 就是通过销售金融产品来为银行 或者保险公司创收 不会真正站在顾客的角度 给出投资建议 所以尽管把钱交给他们打理比较省事 但是你同时也放弃了 对自己的投资的责任 减少了进行成功投资的机会 富人呢 一般就不会像普通人那样 有了钱就奢侈的消费 也不会把投资交给别人负责 他们更重视通过自己的投资选择 来获得财富的增值 使得自己可以 一直维持自己喜欢的生活 富人很清楚一件事情 那就是所拥有的钱数有多少 远不如用这些钱去做些什么更重要 这就是富人和普通人最大的差别 好 这就是我们今天介绍的 第一个重点内容 有一大笔钱并不等于富有 让钱不断增值 使自己持续过上自由自在的生活 这才叫真正的拥有财富 接下来我们再来介绍第二个重点内容 要想让财富大量增值 必须走出的五个认知误区 第一个误区 也就是我们经常听的一句话 不要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 这句话的意思呢 是让我们尽可能地把资金分散 比如说买许多种不同的股票 或者在不同的房地产上进行投资 这其中涉及的是一个投资组合理论 这个是经济学家马克维茨 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提出来的 这个理论认为 如果我们能够精心选择各种投资的搭配比例 就能够实现投资风险的最小化 从而取得一定的收益 而这些投资之间越是没有关联 那么这种投资组合的风险就越小 这句话有一定的道理 但是用在成为富人者 可事情上就不大有道理了 齐特尔曼认为 分散投资实际上阻碍了财富的增值 这种分散投资的方法 也许 确实能够避免做出糟糕的投资选择 但是只是让我们少犯错而已 并不会让财富增值太多 齐特尔曼本人在15年前 决定投资柏林的房地产市场 他现在的投资收益率是两位数 如果说他当初选择分散投资的方式 只买一种房地产基金 那么最终的收益率只有百分之几而已 那如果我们不分散投资 那么我们怎么像作者那样精准投资呢 齐特尔曼认为 投资最关键的一点 就是要对投资的市场 是否有足够的了解 从市场里所获得的信息 通常呢 都是带有不确定性的 我们也不知道这些信息 最终会导致什么结果 你比如说 政府公布出失业率上升的消息 有的人呢 可能会认为这是个坏消息 因为失业率增加 意味着经济形势比较严峻 股市会受到牵连 可是也有其他人会认为这是个好消息 啊 因为他们觉得央行会因此降低利率 反而能够刺激股市上涨 投资市场里有很多交易 之所以能够发生 那就是因为总有截然相反的意见存在 一部分人正在买 而另外一部分人正在卖 但是无论如何 最终只有一方会预测正确并且受益 因此呢 如果对市场的了解足够深入 就更有可能成为正确的那一方 第二个 人之误区 很多人认为市场的第一波动性 意味着低风险 市场的波动性简单的说呢 就是收益率的 变化这是刚才我们提到的 经济学家马克维斯的理论 他认为波动性越低 风险也就越低 但这个理论也存在问题 另一个经济学家迈克尔·开普勒 举过一个例子说明这个问题 假设呢 有一只股票第一个月上涨了10% 第二个月上涨5% 第三个月上涨15% 而在同一时间里 另外一只股票每个月都在下跌15% 按照波动性理论 第一只股票波动性大 而第二只股票的稳定性一直在15% 那么 第一只股票的风险性就比第二只要大 但是事实上呢 第一只股票虽然一直在大幅度波动 但是它的价格始终在上涨 三个月下来 它的收益达到了32.8% 而第二只股票呢 虽然波动性一直很平稳 但是它一直在跌 三个月下来损失38.6% 那这个例子也说明 第一波动性并不等于低风险性 第三个认知误区 很多人认为应该尽量在本土进行投资 在投资的时候呢 我们普遍认为 海外投资的风险比本土投资的风险大 这个被奇特尔曼称为本土偏好 2014年的一项研究表明 德国机构投资者持有的房产中 有六成多位于德国境内 只有1.4%位于亚太地区 虽然当时亚太地区的经济增长形势 比德国要好 而且投资过程也很简单 但是还是没有办法改变 大多数德国投资者的观念 这个情况不止发生在德国人身上 许多调查都显示 在英国 日本 美国这些国家 投资者普遍认为 本土的股市会比别国的股市 有更好的表现 皮特尔曼说本土偏好会呼 是那些正在盈利的海外市场 从而让投资者损失潜在的收益 书中的研究数据就显示 而在不同的投资市场里 本土偏好会让投资者损失1.48% 到9.79%的潜在收益 如果是周期长数额大的投资 这个比率造成的损失会非常惊人 虽然目前还没有权威的研究 能够指出说这个本土偏好出现的原因 德国的一些研究者就认为 民族自豪感可能是原因之一 他们就发现啊 当国家的爱国主义情绪高涨的时候 海外投资的数额就会减少 那什么叫后视镜视角呢 开车的时候是直视前方的 我们通过前车窗来看接下来的道路 从后视镜里面只能看见已经开过的路 你比如说 1998年德国的股市表现特别好 它的股票价格指数超过了5000点大关 德国人随着疯狂的购入 那一年他们光在股票型基金上 就投入了353亿欧元 而两年前这个数字还只有13亿欧元 随后呢指数仍然一直上涨 直到2002年3月开始崩盘 在接下来的两年里 大家开始大量抛售 在最高位的时候 入场的投资者损失了至少三分之二的本金 03年德国的股市又开始回升了 而到了08年又是 一路上涨 那些在2002年低谷的时候买入的投资者 赚了至少两倍 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希勒 作为一个研究 他以五年为一个时间段 观察世界各国的股市 他就发现 那些表现强劲的股市 其中有三分之二在经历了五年的上涨之后 又经历了五年的下跌 而那些在前五年里跌幅最大的股市 其中有94%在接下来的五年里 涨幅达到了122% 这么大的变化说明 根据股市在过去一段时间的表现 来选择买入或者抛出 是很危险的做法 但是在德国股市的两次起伏当中 大多数的投资者都是这么干的 心理学家已经证实 我们存在从众心里 这会导致人们不愿意跟身边 大多数人的意见相组 那这种随大溜 并且受着群体本能支配的行为 就是股市小额投资者的典型行为 也就是让财富增值的巨大障碍 最后一个误区啊 是很多人在投资的时候 总觉得 自己能够战胜市场上的大多数人 这一点呢 奇特尔曼主要是针对股市来说的 有一份2012年的数据显示 在德国有70%的私人投资者认为 自己的投资水平高于平均水平 但是他们的收益并不支持这一点 而这种乐观主义精神 其实很容易导致投资者的失败 曾经呢 有一个堵投资的例子 在摇投资之前啊 人们总是愿意下更大的赌注 而当头子摇出 但是还没有公布点数的时候 人们就只愿意下一些小的赌注 这个时间说明了人们往往觉得 靠自己的力量可以影响随机事件头子 还没摇出的时候点数是随机的 自己可以去影响点数 当筛子摇出来没有展示的时候 人们就会觉得 自己对点数没有什么影响了 这种现象被科学家称为控制错觉 那正是因为这种错觉 导致很多投资者高估了自己在股市上 创造财富的几率 齐特尔曼说 在买卖股票的时候 95%的人是职业操盘手 他们靠研究股市谋生 有着一套完善的系统 个人投资者呢 基本上没有可能战胜这样的系统 尤其是在短线交易方面 所以齐特尔曼建议 想要摆脱在股市投资中的控制错觉 最好采用一种尤利西斯策略 什么意思呢 在古希腊的神话里 尤利西斯乘船经过一个小岛的时候 发现有一个女妖 她能用迷人的歌声把水手引向险境 因此呢 尤利西斯把自己绑在船的尾杆上 这样呢 就算是听见了歌声的迷惑 她也动弹不了 最终她黯然度过了险境 而所谓的尤利西斯策略 就是在默认市场不可控的前提下 制定一个投资计划 不管短期是涨还是跌 每个月都向股市投资固定数额的资金 进行长期投资 这就好像把自己绑在维杆上一样 去抵御市场的风险 说到这 我们简要回顾一下第二个重点内容 那就是想让财富增值 要避免陷入的五个误区 第一个是要尽量避免分散投资 挑选一个了解的足够透彻 以至于能做出准确预测的市场 进行集中投资 第二个是不要以为低波动性的投资 就有更低的风险 第三个是要摆脱本土偏好的偏见 用更广阔的视野进行投资 第四个是要避免后视镜视角的投资 不要用过去的数据作为未来投资的依据 第五个是在股市投资中 不要高估自己的投资水平 要避免出现控制错觉 最后啊 我们来介绍第三个重点内容 那就是想要创造财富 需要具备五个特质 第一个特质就是要有企业家精神 2015年瑞士银行和普华永道 发布了一个联合调查 结果就显示 全世界大多数亿万富翁的财产 不是靠继承得来的 而是依靠企业家精神 投资和创业得来的 那么什么是企业家精神呢 齐特尔曼认为 其中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有更开放的思想 曾经有调查显示 普通人认为尝试新体验意味着冒险 但是超过六成的德国企业家 乐于尝试各种新的体验 在企业家们看来 什么都不做才是冒险 因为这意味着错失机遇 美国心理学家阿尔伯特 班独拉提出一个概念 叫做自我效能 指的是人们对掌控 棘手局面能力的信心 而德国学者劳赫和费雷子的研究表明 成功的企业家 自我效能普遍高于其他人 局面越复杂 他们越自信 第二个特质就是谨慎的创业 很多人呢容易把冒险和赌博等同起来 这其实呢是一个认知误区 刚才我们也说了 成功的企业家敢于冒险 其实呢都是经过仔细思考的策略 其中包含用来降低风险的办法 在特曼生命周期研究里面 经过60年的追踪调查发现 在严谨性方面得到高分 是企业家获得成功的条件之一 奇特尔曼建议 如果想创业 首先要给自己一个过渡期 在过渡期里不要忽视现有的职位 处理不好政治工作的人 更容易创业失败 接下来需要考虑的就是 创业所需要的资金量 这个呢十有八九都比想象的要多得多 创业途中意外太多 不能把创业计划设定的一成不变 否则迟早会失败 第三个特质就是要诚实 人们总是认为啊 那富人就是通过不诚实的手段支付的 而自己发不了财呢 就是因为太诚实 这个观念是出于一种误解 人们认为商业活动是一个零和博弈 有人赚钱就有人蒙受损失 但是齐德尔曼说 稳定的商业关系 应该是对双方都有好处的交易 巴菲特曾经买过一个家具店 第一天他问店主那家店值多少钱 对方说四千万美金 第二天呢 他就把支票给送过去了 没有任何账目审核 这个店主就很吃惊了 但是巴菲特说 他信任店主 甚至比对自己的会计还信任 对他来说 这个店就值这个价 没有什么虚的 巴菲特呢 还曾经说过 他在雇人的时候 关注三种品质 就是诚实智慧和精力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诚实 因为如果雇员不诚实 那他们的智慧和精力 可能会毁了企业 第四个特质就是节俭 人们经常认为 富翁喜欢享受奢侈的生活 不过 一些来自美国德国的调查数据显示 多数富翁并不喜欢进行炫耀性的消费 他们习惯把穿坏的鞋拿去修 也会因为长途化费太贵而 更换电信服务商 这是因为 成功的富人会更注重资产的增值 而不是消费 最后一个特质是设定财务目标 那你说让自己赚到一百万 这是一个不切实际的目标吗 如果说你认为是啊 在创造财富的路上就已经失败了 研究人员通过调查发现 企业家给企业设定的目标越高 那么企业后来的成长度就越高 所以啊 向财务自由迈出的第一步 就是要确切地知道想实现什么目标 以及为什么要实现 齐特尔曼给了我们一个建议 就是把你在今后十年里 想实现的财务目标写下来 他认为人们总是太高估字 只能在一年里面做什么 而总是太低估了自己能在 十年里做到什么 美国学者克尔文等人 在08年得出的研究数据表明 人类所取得的很多伟大成就 都是在十年的时间里完成的 所以对于实现财务目标来说 十年也刚刚好 那设定了十年的目标之后 可以把总体目标细分为小的目标 在每一年中争取实现 假如说你在十年里想要挣到一百万 那么通常来说呢 你不太可能每年都挣到十万 而是可能会在一段时间里 挣到不多的钱 而随后收入会成指数性的增长 所以可以根据这个 来设定各个阶段的合理目标值 齐特尔曼认为当前的财务状况 反映了当前的思维方式 如果我们不改变后者 总是因为害怕失败而觉得自己不行的话 是不可能创造财富的 说到这 今天的三个重点内容都介绍完了 我们再来简要回 顾一下第一个重点是财富是什么 如果我们把财富 仅仅等同于一大笔收入 那就永远享受不到财务自由 只有让财富不断增值 才不用担心它会消耗殆尽 第二重点是通过打破五个惯性认知 去学会如何让财富增值 第一个就是要尽量避免分散投资 挑选一个了解的足够透彻 以至于能够做出准确预测的市场 进行集中投资 第二个就是不要认为低波动性的投资 就有更低的风险 第三个是要摆脱本土偏好的偏见 用更广阔的视野进行投资 第四个是要避免后视镜视角的投资 不要用过去的数据 来作为未来投资的依据 第五个是在股市投资中 不要高估自己的投资水平 要避免出现控制错觉 而第三个重点呢 就是创造财富应该具备的五个特质 第一个是企业家精神 第二个是严谨创业 第三个是诚实 第四个是要节俭 第五个是要敢于设定高远的财务目标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